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披露的信息 测谎仪以及这个信息的来源三个方面来讲一下这个事情 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人他到底披露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 我这里提到的这个来自2030年的人他叫做Noah 他说在2028年的时候时空机器被发明出来 他就是在2030年的时候为政府工作 然后进行这种时空穿越的任务 但是呢因为他几个小伙伴好像不怎么给力 然后政府当即在他们时空穿梭的时候就把他们给开除了 最后呢就导致他们被困在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间 这里呢他并没有描述的很清楚 就是他小伙伴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然后政府把他们开除了 他就只含糊的说了一下 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错误 他被困在我们这个时间段呢 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来自2030年的 并且站出来告诉大家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他在做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的脸都是被打了马赛克 他的声音呢也是被处理过的 就是他并不希望别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他给出的理由呢就是因为他害怕政府抓住他 或者政府找到他 找到他以后呢就会把他遣送到他原来的那个时间线上面 关于这一点理由呢在我个人看来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政府就算把他找到了对吧 那也不可能把他遣送到原来的时间 因为我们的这个时间机器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他自己也说是2028年的时候 时空机器才被发明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根本没有能力把他遣送回到他原来的这个时间线 所以他隐藏声音和容貌 我觉得可能是另有原因吧 关于未来所发生的这些事件 我剪了主要的几条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2019年的时候将会出现大规模的UFO目击事件 在2028年的时候呢这个人类终于开始承认外星人的存在了 并且官方也出来证实了外星人的存在 他关于这个外星人的描述呢让我觉得也很奇怪啊 他说我不能告诉你们这些外星人是来自哪 但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些外星人不是来自于宇宙 在我感觉啊这不就相当于告诉我们这外星人就是来自于地球对吧 所以他在这里的这个表述方式就让我觉得很可疑啊 如果对微表情或者犯罪心理学有研究的朋友 可能会比较清楚这里面的道理啊 就是一个人他想表述一个真相的时候 他往往会选择一个特别简短的路径 而不是会选择绕一个大圈 然后来说出这样一个事情 那些撒谎的人之所以会选择就是绕一个大圈 最后来说出这个事情呢 是因为他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思考 就是来编造自己的谎言 还有就是到2029年的时候 人类会在手里面植入一个芯片 这个芯片的作用呢 就是让大脑的功能更加的发达 并且让整个人保持一个更健康的水平 这个Noah呢 他也在视频当中啊给大家展示了 他当时拍了X光的这个照片 就是手里面有一个芯片 但是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其实我也能办到 就你给我一张图片 我随便一批一批 你也看不出来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接下来他说美国的第21任总统 将会是马丁路德金的孙女 并且在2030年的时候 整个世界开始融合为一个大的超级大国 这一点呢 我觉得是蛮可能的 因为如果在2028年的时候啊 人类发现了外星人 那就意味着人类真正发现了威胁 这个时候呢 所有的国家可能都会摒弃前行啊 然后融合在一起 就团结在一起来抵抗新的危机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有可能是会发生的 最后呢 这个Noah掏出了两张纸 这两张纸上分别写着未来的事件和对应的日期 好像就是想告诉人们 这个纸是从未来来的啊 就我们可以看这个纸啊 就很粗糙 就像这种A4的纸被裁成了两半 上面一半呢 写的是2019年到2020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下面一半呢 写的是2028年到2029年所发生的事情 这两张纸在我看来应该是来自于同样一张A4的纸啊 我们可以对比这个纸撕开的痕迹啊 首先2019年这张纸呢 它的顶部是平整的 所以可以看出它是一张纸的上半部分 而2028年这张纸呢 它的底部是平整的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张纸的下半部分 所以我们再来看中间这撕开的痕迹能不能对上 2019年这张纸的下方 它的左边比右边是要少一截的 所以它另外一半纸呢就应该是左边比右边要多 这个呢就刚好是我们2028年这张纸啊 左边比右边明显是要多出来一截 于是呢我们再来看这个纸的锯齿状 它的下边会有一个锯齿状 有两个明显突出来的点 这就意味着在另外一张纸上面 会有明显两个凹下去的部分 这张纸呢给我的感觉就是 这个Noah它之前之所以会按具体的日期这样来发布信息啊 就是发布每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原来都是有这样一个剧本的 这个纸呢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剧本啊 并且说它是剧本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在他们这个频道还采访了一个人叫Adam 这个人呢号称自己来自2045年 他所发布的信息跟这个Noah所发布的信息 基本上时间点都是契合的 讲的都是差不多的东西 所以同样一个频道 同样一个时间线啊 描述的同样的事情 就让我觉得他们用的肯定是同样一个剧本 接下来呢我来讲一讲这个信息来源啊 就是目前比较火的 说什么未来人来自2030年啊 来自2045年这些人 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一个YouTube频道 叫做ApexTV 点开这个频道呢 发现它里面有很多关于穿越者的这种视频 而且都是不同的穿越者 这个呢就让我觉得很可疑啊 因为正常人遇到时空穿越者 那肯定是百年难得一遇 或者说千年难得一遇啊 它这一个频道过两天就遇到一个 过两天就遇到一个 所以我觉得这还是蛮可疑的 并且有的穿越者在接受外面采访的时候 都是穿了ApexTV这样的一个T恤 就相当于是帮他们在做商业宣传一样 所以我感觉这里面更多的可能是一种 商业化的运作啊 并不是所谓的真相 接着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大家特别关注的 就是这个测谎仪的这个事情 首先呢我先讲一下 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啊 测谎仪是怎么样工作的 就是测谎仪呢 它首先会在你的手指上啊 绑上一个传感器啊 身上就是腹部啊肚子这里 也会绑上一个类似于传感器 有时候屁股下面也会垫一个啊 就比较高端一点的啊 但我看到ApexTV他们在做的时候 好像屁股下面没有 这些传感器的作用呢 就是为了来监测你的心跳啊 呼吸频率还有脉搏 还有出汗的一个情况 最后呢再测量你身上的一个电阻 我们把它叫做导电性 测谎仪的原理就是 在正常情况下 人没有撒谎的时候 你的所有心跳啊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啊 所有的指标都会处于一个正常的波动状态 当人撒谎的时候 他某个指标就会出现特别异常的情况 这是因为人在撒谎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害怕紧张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你的心率啊 或者说你手上就会出汗啊 然后各种指标一对比 大概就能判定这个人是不是在撒谎 但是测谎仪并不是每一次都准确啊 尤其是在对一些对测谎仪比较了解的人 进行测量的时候呢 很容易就造成这种不准确的情况 因为你知道测谎仪的原理以后 你就可以选择对测 在这里呢 具体细节我就不细说了 免得到时候有的朋友真的去做一些坏事 然后通过了测谎仪 开个玩笑 其实最简单的原理呢 就是在面对测谎仪的时候 不要怂这个很重要 就是你觉得你做的事情都是对的 一点都不怕 那基本上你这个心态很稳定 就保持在一根直线上 那这个测谎仪是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话虽这么说啊 但是有没有人真正的逃脱过测谎仪的这个检测呢 我去查了一下 发现真正有这种杀了十几个人 然后完美的通过了测谎仪的检测 这是个美国人啊 代号叫做Green River Killer 翻译成中文就是绿核杀手 但是他就由于啊 进行了一个连环杀人事件以后 还完美的骗过了测谎仪 然后一时间这个声明大噪 下面我们继续回到未来人事件里面的这个测谎仪 当我看到这个频道里面的未来人 接受测谎仪的测试的时候 中间很多细节我发现都不是很合理 就比如说正常的测谎仪的顺序应该是 我先问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 在无关紧要的问题先确定一个你的感情基线 就是一个你的心率啊指标的一个基准线 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呢 我会问一些控制性的问题 我们叫做Control Question 并且在控制问题里面再夹杂的一些相关问题 就是Relevant Question 控制问题和相关问题呢 我这里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控制问题和相关问题 都是为了让这个受试者 他的感情出现一个波动 就是让他的心态出现一个波动 下面呢我就来举个例子 什么是控制性问题 就比如说你问一个男的 你有没有真正的想过要出轨 下面呢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相关性的问题 就是真正想问的问题是 你有没有背着你的老婆在外面出轨 问这种控制性问题和相关性问题之前呢 都是需要问一些很基本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你今天穿什么衣服呀 你衣服是不是红色呀 就问这种基本的问题 来确定人的感情机械 就是来确定人的这个指标变化的一个基准性 然后你后面问的这些问题才有参考的价值 但是我们在对这种未来人进行测谎仪测试的时候啊 他们所问的问题呢直接上来就问 你是不是来自2038年 然后他说是 然后B给出一个答案就说正确 所以这在我看来就很不合理啊 然后我就去翻看他们之前有过的对其他这种穿越者啊 进行的那种测谎仪测试 然后我发现两个细节啊 其中第一个细节就是电脑屏幕永远没有给我们看到过 并没有看到这种图像的变化 就他心率是怎么变化的 到那个说话的位置 他的情感线是怎么样变化的 这些都没有 只是单纯的身上绑了一些线啊 缠了一些线 然后旁边摆了台电脑啊 就好像是在做测谎测试一样 并且还有个视频更绝啊 旁边摆了个电脑 屏幕给我们看了 上面什么都没有啊 一团黑 然后就感觉这个人在做测谎测试啊 所以我感觉整体来说的话 这个东西还是蛮假的吧 最后呢我来讲一讲这个时空穿越啊 就这种事情可不可能呢 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很多朋友就会问 那些时空穿越者 为什么没来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来改变一下我们的这个世界 对吧 但其实我觉得如果一个人 他真的从未来回到了现在 这个时候他如果一旦要做出巨大的改变 就是让这个世界 进行一个翻天覆寂的变化的话 那我们这个世界的发展轨迹 肯定不会是向着他的那个世界去发展 而会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平行世界 就很可能未来人 他们来到了我们现在 进行一些改变 每一次改变的都会创造出其他的很多个平行世界 都会向不同的方面发展 只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才不会出现一个时空悖论 这个时空悖论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什么玩意儿 就假如说有一个人他叫小明 他生了一个儿子 然后这个儿子呢进行一个时空穿越 然后回到过去把这个小明的爸爸给杀掉了 就是把这个儿子的爷爷给杀掉了 如果世界还是往一个方向发展的话 我们会发现小明的爸爸被杀掉了 也就没有小明 没有小明 也就没有小明的这个儿子 没有小明的儿子的话 那又是谁把小明的爸爸杀掉了呢 也就是说没有人会去杀掉小明的爸爸 也就是小明的爸爸会在这个地方 但小明的爸爸在这个地方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那他会生出小明 小明又会生出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又会穿越回来把小明的爸爸给杀掉 所以这里就是形成了一个悖论 所以来自未来的人也好 他们知道的再多 他们也不能改变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走向 所以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世界完全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Peac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